我们早已对打印机习以为常 可你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吗? 下面让我们通过3D动画看下它的工作原理哦 在学习打印机原理前 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印刷四分色模式 我们利用青色、阳红、黄色三原色 再加上黑色油墨混合叠加 就可以形成所谓全彩印刷 不管是激光打印机还是坑墨打印机 都是通过彩色油墨分层印刷得到彩印的 简单了解了四分色 接下来开始学习激光打印机工作原理哦 激光打印机有两个滚筒 一个是充电滚 它的作用是在OPC骨上施加负电荷 另外一个是OPC骨 它的作用是在纸上输送碳粉小颗粒 首先 充电滚在OPC骨表面施加负电荷 然后激光根据打印图案的形状 照射OPC骨 OPC骨被照射位置就变成了带正电荷 你一定会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OPC骨是一个感光元件 被激光照射位置会带正电荷 接下来咸淫滚上会涂抹碳粉 碳粉会附着在带正电荷的OPC骨表面 就像动画中这样子 而带负电荷的位置会直接被碳粉无视 咸淫滚旁边是一个海绵滚 海绵滚的作用是为咸淫滚提供碳粉 并清理会吸附到OPC骨上的碳粉 为了让你看得清楚些 我们切换到一个更大的视角 海绵滚为咸淫滚提供碳粉 咸淫滚上的碳粉会自动吸附到OPC骨上带正电荷的位置 而这些带正电荷的位置就是我们要打印的图案 看懂了没? 你以为结束了吗? 其实并没有 OPC骨下方有一个转印滚 转印滚带负电荷 它可以把OPC骨上附着的碳粉吸附到纸张上 附着在纸上的碳粉经过加热滚加热和压力滚的挤压 就紧紧的印制到了纸上 最终形成了我们想要打印的图案 装有碳粉的墨盒内有四种颜色 就如我们在视频开头提到的四分色原理 当纸张向前滚动时 会依次附着上黄色、阳红、青色和黑色墨粉 并经过加热和压力烘烤 让各个颜色的墨粉紧紧依附到纸上